好,各位奇迷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腾肃看天下的围棋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继续讲解第九届春蓝杯的决赛 陈耀叶对李士时的第二局棋 那么前天呢,陈耀叶状态不错 直白中盘击败李士时,先发头筹 我们看看今天他们将上演怎样的故事 这盘棋呢,陈耀叶直黑先行 黑棋还是兴成白棋二连星 接着在这盘棋当中 陈耀叶走着一个变形的中国流 普通的地中流在这 变形中国流 这边宽了一路 那么由于这边宽了一路 对白棋在哪个方向挂桥 这里边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里边挂桥的方向就有说到了 如果你还在这个方向 不能挂桥 如果地中流在这个方向挂桥 对吧 那么黑棋 就单关手脚 那么这边的位置的配位 就比这个要更好 特别是如果你还是点山山的话 这边搭下来的话 这个位置宽一路 这边就要更加充分 更加饱满 黑棋就更加满意 那么对于白棋来说 如果黑棋更加满意的话 那白棋就应该说显得无趣 或者说不满了 所以说呢 这个方向挂桥就值得商榷 那么同时 由于这边宽了一路 也给白棋在这个方向挂桥 留下了空间 正好在这个方向上 你如果顶起来 立二 正好有拆三的余地 也就是说 从理论上来讲 能不能在这个方向挂桥 从理论上 就看立二起来 能不能有拆三的余地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位置 正好可以白棋在这个方向挂桥 有拆三的余地 当然了 在这个方向挂桥 这也是黑棋的预定行动 黑棋也想 白棋会这么挂 实战当中 白棋就在这边挂了 立二 但是如果真的是 走立二拆三的话 我们看 这个黑棋的位置 非常理想 正好逼住 普通如果是走成 你这样拼空拆三的话 我黑棋逼住 这也是一步正常的大棋 也是一步正常 这不可厚非的 是不是 那么 如果你这么 这样走的话 就显得有些 一是无趣 二是有些 这个多多少少有些局处 离黑棋靠的太近 同时位置也有点偏近 那么实战当中呢 你自行走的是一个高拆二 离你的远一点 保持远一点 这个棋形再紧凑一斤 那么这盘棋 陈耀业下一步 非常呢 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 这步棋呢 平空一阵 非常酷 非常酷 平空一阵 感觉现在陈耀业的这个状态呀 非常 自己感觉恐怕也是非常好的状态 另外前一天赢了棋了 感觉是这个信息满满 心情也非常好 很奔放 对不起 凌空一阵 凌空一阵 那么如果说你白棋现在凑着它走啊 靠啊或者怎么样 恐怕都有吃亏之嫌 人家在外边 你在里边嘛 白棋一定也不好动 那么呢 眼见着来说 不能被黑棋封在里边 这肯定不行 白棋要出头 这是第一感 正常出头 或者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方向 实战当中理事实 就是大跳一个出头 没有理财你就不起 没有直接去 去去去去管你 因为直接 也不知道怎么走好 这些不管你 直接要出完头 不让你封在里边就可以了 那么黑棋也正常应对 不让你飞下来 接着 白棋如何继续表态呢 实际上也不太好走 还是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出头了 底下砸了一个小根 现在呢 不是一个明显的 瘦工的状态 还可以 打下了一块地 如果我再继续走的话 不管怎么走 都有可能去凑黑棋的步调 所以说呢 白棋也没有在这个地方 继续行骑 然后让你黑棋去表态 所以在下面走一个大场 这是很正常 你中国流的阵势嘛 特别是你这边 你这是限制你这边的这个两翼张开 限制你有可能将来会成所谓的一个规模 这很正常的大场 正常 那么留给黑棋的问题呢 就仍然出来了 就是你这步棋呀 确实是很酷 很开阔 让人为之一震 但问题你接下来怎么表态 这也是这个围棋的一个哲学 让我们不断的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一步棋 好棋之后 或者是说是 这个 让人感到很惊艳的一步棋之后 你跟全局跟其他怎么样的有机的组合 你还也需要接着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推进 那怎么样的接着推进呢 如何来继续 这个考验白棋呀 或者是说这个压迫白棋呀 我们怎么感觉跟我们部队还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啊 所以说下一步 很眼见的 它就把这个飞起来了 这样的话把这本口袋扎住 限制的 把一个这个方向的出头 限制的这个方向出头 然后再谋划对这个 这个白棋怎样继续的压迫 那么走到这之后 当然呢 也给白棋肯定是无形当中有一个压力了 是吧 所以白棋 也自己老老实实的整形 不小心 更加坚实 同时呢 黑棋的弱点也暴露了 你这边联络上有些问题 或者尖端也跨端 你这棋就有了 出来了 那么黑棋 也正行 把它顶住 更加坚实一些 那么眼眼约约 有了这部棋之后 这个地带就稍稍的有一点 那个膨胀的迹象了 然后你下一步棋 对不对 或者这个方向 我这里边就有一点小规模了 所以说白棋下一步 因为我这边已经基本出头 是吧 然后底下还有点小小的阵势 可以说比较 还算安定 不是一个 会受到严厉攻击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白棋很冲了 我们在底边继续走大 同时限制你这边 限制你这边这个规模的膨胀 这也是打击 如果你来这里话 那位置有点偏低 这黑棋有种种手段的 或者点了 位置高一些 很冲荣 走到这的时候 在现场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 看这个直播的时候 走到这 我的第一感 我就感觉上来说 黑棋呢 多多稍少有些 有些别扭 或者那个白棋 下一步还有 这部棋也很大 是吧 如果你黑棋 现在马上去守一个的话 现在感觉 这个步调留点慢了 从心情来说 虽然很大 但心情来说 现在感觉 不太肯 因为这个鲜鼠又留给这个白棋了 在外边随便走啊 大厂啊 都很大 所以说这个棋组合制之后 这边底下被限制了 这边的白棋呢 还挺坚实 你这毕竟都是 后手坚定一个 对防御性质的这个味道更明显一些 这个棋呢 这个效力 我感觉上来说 现在看不出来 明显的一个效应出来 所以走到这儿 究竟怎么样呢 那么我后来 事后我也做了一个分析 对这个局部 我的结论是 这个局部 白棋 黑棋是明显吃亏了 而且吃了很大的亏 那么下面呢 我用手割法来分析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说黑棋 明显吃亏了 吃亏在哪里 我们把这个棋先拿回来 拿回到这个状态 好 拿回到这个状态 变形中国流 这边挂脚 我尖顶起来 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还原一下 我还原一下 我还原成 你这个拆三的模样 假如说这个棋是拆三了 如果是拆三的话 那么黑棋你飞起来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我继续压迫你攻击你 这个我飞起来 同时扩张这个棋是一个正常的一部棋 正常的一部棋 那你黑棋去走这个 你黑棋在走这个 目的倒是很明显 下一步要封我 后来出来 但是你这部棋呢 也不是很紧凑 我这已经很坚实了 你还在飞我这个 现在也看得出来一个所以然 我大跳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无可厚非的一部棋 然后 你继续跳 然后我这个时候白棋 我接着去走这个 我走了一部大厂 这个很爽啊 对不对 心情很好 走了一部大厂 你飞 一个 我大跳 正常 我走了一部大厂 然后接着 你这个时候 黑棋等于走了一部什么呢 自己去补了一个这个 有价值吗 有啊 确实有价值 但这两个交换 你看 明显感觉这个黑棋 黑棋这几个子的这个步调和效率有点慢了 对不对 慢了 白棋都是走在着一个大厂 黑棋这几个子的效率一样 感觉 如果是按照这个次去走的话 明显感觉应该是黑棋吃亏了 或者是步调缓慢了 小了 这是一种手朵 那么还有一种 我们来看 我们再来看 假如说 当初你是这个配备 不是这个这个变形中国流 就是正常的中国流的配备 如果我在这个方向挂桥也是有的 也不是说就没有 但毕竟可以高材二的 它高材二 它还是有的 这可以的 对不对 我这个选择也完全 可以 也有这么下的 完全有这么下的 比方说我高材二的起来了 这不起 我们再来手割一下这不起 更加明显 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所在 好 你还去 你还是这个这个 震我头 你还是震我头 是不是 那我还是大跳 我还跳出 这个次序不变 然后白棋 仍然是走这个大场 没有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黑棋在这种棋形下 这次眼见的好点 没有问题 这次眼见的好点 一点问题没有 正常 白棋你找不出 白棋有什么问题出来 没有什么问题 我高材二没有问题 我大跳出来没有问题 你这以后大跳一轮 是不是 我这个很充容的嘛 我不跟你发生过多的肢体接触 我走我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棋形我承认 是不错 是一个好点 那么走到这儿了 白棋感都有压力 虽然熟手一些肩顶 这也无口后飞 对不对 否则的话 这种种手段都来了 我肩顶一下无口后飞 那我肩顶在这个棋形下 很明显我黑棋应该是下力的 对不对 我不管你后 以后会有什么手段 我现在你肩顶我立下来 这个是无口后飞的 对不对 我这马上就有点的 但是很奇怪 我肩顶的时候 事实上等于 你在这里推了一个 这怎么能奇妙的 你无论如何 不可以在这里推 对不对 然后让白棋去抖着 例如这棋 这两步的交换 明显是黑棋亏了 黑棋亏了 你现在找不出 白棋有什么问题 什么地方 这个比第一次 那个首歌还明显 第一次首歌 感觉这个黑棋吃亏的 那个迹象还要明显一些 尖顶的时候 你不去下地 你去那横长叠去 让人家这个 很冲上脚的大厂 不还是这个棋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不论是从 两种首歌方式 都显示出 黑棋在这个地方 肯定是吃亏了 而且吃亏是很大的 这两个差别 是相当相当大的 没法说 这个对黑棋 这个对白棋死活 白棋就没法 一头补活的问题 对不对 死活有影响 对你这个木树 也有影响 也不一样 你这 对你这个棋 可以说 不论在木树上 还是在这个 对白棋压迫上 力度都小很多 所以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白棋都吃亏 第一个角度是说 临着第二次胎三 你飞起来 你飞起来 人家虽然很火 坚持的补助 但你这步棋 也觉得没有什么 大的意思 人家飞起来之后 对不对 你自己还要单补一个 人家在走大厂 第二种的话 显示就更明显一些 人家在高材二的情况下 你更加是贵 所以说这个位置 我们说 黑棋应该是明显吃亏了 这也是后来 这整个进程黑棋 应该来说 不是很自然的 又严肃 那么下一步 接着 黑棋要追究这块 我要切断你 适应手 你要是说连回来 我可能呢 这边下地 要收你的根 以后呢 再慢慢攻你 这有可能 那这盘棋呢 实战当中 李适时选择 就地马上去 安定 做活 变成斑斩 这个斑斩是很大的 自己确保了一个安定 基本上安定了 然后脚上留余位 你这个脚上欠一手棋 那么黑棋呢 后手去切断这个子 切断这个子 这子看来切断那边 挺大就挺大 外围很厚 但是究竟能换回 多少这个收益 这个呢 就很难说 很难讲 不能说现在黑棋局势 就不好 但是这个棋 就看你后面 怎么把握 如果说你能借着 你这个这个 比较厚实的外事 最后以后的攻击得力 或者赢了棋 那你就是好 如果你没有收益 你输了棋 那你就是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来说 我们走到实力的话 总是易于把握 这种棋 不易把握 这是应该承认的 这是一个现实 特别是你后手 现在是 在这个 在这个刚刚布局的时候 这个又落了后手 白棋抢了两步大场 你这边又落了后手 那么给白棋 又抢了一步大场 这个确实是 感觉白棋的步调很快 这个这个比较顺风顺水 那么黑蟹这个方向 再挂脚了 大场 留下的不多了 好 紧接着 白棋继续 这个棋看似 这个这个这个步调 倒不是很快 但是对你这边的影响非常大 掏掉你的边角 就更加成为现实了 这里边实际上是很空虚的 下一手 黑棋呢 倒是算是比较冷静 守了一步 当然也相当于一个大场 这里边的木数也很大 或者挂上去是 换你这里边的木数就不大 自己也守了一步 现在双方就是各走各的大场 那白棋紧接着 要么在这个地方表态 或者打肉 或者逼住 或者守脚 手要就是这几个方向了 实战当中 也是实非常坚实的 觉得自己形式不错呀 真的很正常 把这大脚牢都守住 如果你这个逼住的话 给你点三三的余地 这个时候啊 黑棋 点三三 现在从实控上来说 应该该说白棋 应该是不错的 不错的 烧好的 所以说呢 现在黑棋也急迫于 实际的一种平衡 拉近一些 把三三呢 给点掉 可能是白棋觉得 现在进程啊 还是比较顺利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 没有选择 过于复杂的这边挡下 直接在这边就算了 这样的话 也就认可吧 觉得呢 还可以的 特别是获得了先手啊 白棋 接着 在这个方向 跳起来 由于这边跳起来 我们看到 这边呢 隐隐约约有些正式的 同时呢 这部棋也建置你这个方向 隐隐约约的 一步一步的 在向你这 所谓黑棋 投资的这部分 厚实的外事 在渗透 所以说 这种棋不易把握了 对不对 人家就不知不觉当中 在向你这边渗透 你也是无能为力 而且这个棋呢 也是有木树的 也是一部好棋 棋呢 白棋应该来说呢 这个 还是顺风顺水的 不错的 可以棋实用手 看看能不能打掉 价格这个空 连板 如果黑棋打这个 实际上 打完这个 如果打这个 你吃这个 白棋也能从底下兜过 到时黑棋先手把这个 纸切了 但是现在呢 意思不太大 所以说呢 它保留着各种变化 所以说没有再走了 这个私用手 到这里 没有再走 那么下一步 这个黑棋也是 不怕感觉啊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局面 不是非常的 顺利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开始 动手了 以为那次收官 实际上来说 是要求战 倒虎一个 让你去做活 白棋 煎一步 要冲出来 这个时候黑棋 开始动刀了 把力 在里面加了进去 这个呢 就比较激烈的方式 加了一个 那白棋要出头啊 既然你不分我 我就出头啊 我这一出头 你外边的这些外事 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 吃 就把这个吃掉 看似呢 也是挺痛快 那白棋呢 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些 忍让 因为我已经出了头 我出了头 破坏了你的外事 我在这个时空上 肯定要有所损失 这也是很正常的 白棋斑 那么眼见的 比如说 黑棋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给打吃 就算你这个打结 比较有力的话 假如说打吃 打吃问题是 白棋马上就反打 反打 拔掉 白棋退回来 你黑棋接上 我白棋也接上 如果你断成这个 我白棋就拐 实际上来说 对黑棋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收获 关键是 黑棋自身 其实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以后 这个白棋这个尖 这个尖很厉害 如果你断这么走的话 我这个尖 你这个是必须粘上来 粘上之后 底下这个地方 实际上 这个脚部 这个脚部的问题 就更加明显 更加现实一些 白棋将 怎么样把脚 给你很轻松地套掉 这个尖之后 这个尖之后 还是很有力度的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吃掉这个 不一定便宜 那么白棋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 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呢 还要保持一个 整体的一个 队形 不要乱 不能贪吃这几个子 只是一个关子问题 把这个固住 保持对你一个 整体的压迫 把这个固住 这块呢 让它厚实一些 那么白棋 把它都提回来 毕竟呢 把这个拔掉 毕竟鲜手拔掉 还是比较大 下面来说 就有一种这种棋 就刚才说的 如果说你现在 如果黑棋想发力的话 是断 看似的 很有力量 把这个白棋 完全压迫在底边 完全压在底边 但是这个棋 这一步间 你如果在这个脚上 出有问题 脚上有棋 所以说对这个白棋 没有什么 脚上出棋的话 对这个白棋 自然的话 你没有什么压迫的 我建完之后 你挡这个 我冲 我冲这个 冲这个很厉害 那么比如说 我白棋不滑 断 长 你如果是断我这个去滑 比如说 现在我白棋 我可以冲这个 你挡 我再冲这个 你再挡这个 这个棋 坐在 飞棋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 现在我可以 白棋藏这个 这边我要你 那么这边呢 这边我挡 我要封你 飞棋恐怕是不行 不行 由于有这个弱点在 如果 能行的话 那当然 飞棋 能够先手 抠打这个 那没有什么说的了 但是不行 很遗憾 由于自身 棋呢 还是有弱点 这个棋 所以说 我再来看 当这个斑毡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 李世识宁可选择 让你黑棋 把这个子搭在外边 也把这个 斑毡 厚实斑毡住 这个地方 就有一定后续手段 所以说 这个打不行 那么黑棋呢 从善如流 在这个方向打了 这个局部呢 并行呢 才时任 就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接着 黑棋 把这个手 这恐怕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大厂了 白棋也掏这个边 毕竟还是很薄 很虚啊 你想都成为实地 肯定是牵手棋 黑棋不给白棋 啊 借劲 那起来 那起来 一般 这一步连板是手筋 它是手筋 这个局部的手筋 非常好 不容易想到 普通的 觉得 这个地方是不是 粘上啊 或者说 我啊 做结啊 它连板 这个连板 在这种情况下 正好恰到好处 如果你这么打吃我 我摘上 你打 你再打吃我 你再吃我的话 我有 我这边一打之后 我白棋贴上来 贴上来的话 你这两个子 最后叫无疾而终 啊 这边我有先手 给你挤了压度的话 你这两个子 无疾而终 这终 完全比白棋 太大 所以说这个黑棋 始终面临着这个问题 就是你不敢打我这个子 你打完我之后 你基本上常负担 啊 不能让我这样贴上来 这是黑棋的一个 不敢动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 必须得处理这个 这个 就是中心思想 这个子不能轻易被打 手了一个 啊 这也是保持冷静 那么白棋呢 就很顺利 也会掏掉 你一下边 这个肠 马上爬一个 就回家了 脸脚在边 就很大 把你实力拿掉了 当然呢 黑棋 你 你不能老老实实 就让黑 让白棋这么拿掉 那这期棋 也就交代了 先打一个 再说 这处黑棋 转身抽变 这部棋 非常好 非常不错 就是说 在这个局部 不好处理的情况下 如果你现在 简单的这么打 那人家简单的吃住 对不对 也不一样了 先是你用手 我看你怎么用 然后我再决定 我这边怎么用 那 白棋 外板 还是大 不能让你直接 活脚 白棋立下来 这样的话 黑棋 有了这个先手 就能把这两个子 给救回来了 有了这部棋之后 白棋先打一个 有了这部棋之后 那你白棋 必须得打持这个 做不过去 黑棋板 已经足度了 那么白棋 必须要吃住这个 给你打一下 再 度过来 这个度过来之后 我们感觉这个黑棋 在实地上 应该来说 比刚才那样好一些 毕竟掏掉了这个 白棋的一个大脚 虽然你自己的木树 不是很大 但是原来白棋的脚 很大 你这边呢 被白棋 虽然被白棋掏掉了 但是 要不然这里面 也是嵌着齐的 所以说呢 这个形式 比刚才那 应该来说 稍稍呢 还是有所缓和 下面 该白棋了 就把这个跳起来 继续保持整个局面的均衡 不让你中复这块 过大的发展 好 走这边 好 这边 这是绝签 就没有问题 然后 这个很大 接着 这个地方 毛病就出来了 白棋 你要追究黑棋了 这也是一个打棋所在 如果说你这边 再走出鲜手 可以再把这个补上来 那黑棋就太顺风顺水了 这边追究 实际上这个棋啊 当时走到这里时候啊 脚步肯定是有问题 现在 这一栽上 脚步的味道 没了 但是这么冲 我们说这个冲之后 这个黑棋 到底怕不怕白棋 这个冲呢 其实冲出来 就算是这个 把这个子拉出来的话 这个作战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了不起的感觉 冲 毕竟 毕竟你也 白棋也没有把我这个外围都封上 所以说 当然了 这黑棋练出来一块 不棋 我觉得 拼一把也可以 也不这么可以 也没有什么应该感觉过于惧怕的理由 毕竟是这个木树大啊 这个扎实啊 拿到的 当然了 先手是在白棋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打完之后 白棋 白棋不管火 还是沾上了你 黑棋肯定要是表态的 然后再来弓一弓怎么样 主导拳是在白棋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种 一个思考 毕竟这个木树 还是很诱人的 那么黑棋实在是沾着这个 我想啊 它更重要的是 黑棋啊 既然走了这个了 这个对局形态 就是你脱先了 我想啊 黑棋这个时候 非常想取得先手 把这个扳住 这个非常非常大 这个可能 是最重要的原因 沾这个 那么你白棋 你贬我 这是预备行动了 四有棋 这承认有棋啊 但是呢 你白棋是后手啊 大得很大 你白棋是后手 你把这个吃掉 把这个扳起来 我想啊 黑棋恐怕是 更加强调的这个先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索性 也就厚实力粘住 这边呢 让它掏掉 这个原因呢 就是更加 重要一些 提链损失 我提外骨 把这个地方补回来 那么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个人的感觉 黑棋形式 还应该来说 这个时候 我应该来说 不坏 至少应该不坏 毕竟这地方很大 很扎 局面呢 也都打散了 黑白棋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空 这个地方 稍稍呢 有点未进行因素 白棋还算是 还可以 但是木树也不算太多 所以说 整个这个状态 充分可战 应该是充分可战 如果黑棋 把这个地方都接应好 别的棋 不受 没有明显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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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袱的话 后面的棋 还仍然是充分可战 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下一步 白棋 这里边 开始 在这里边 发力了 要把它这个潜力 这部棋 应该来说 事后来看 这部棋 恐怕是 恐怕 没有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下一步 白棋接封这个之后 恐怕这个白棋 这个地方 还是有点缺少成算 因为黑棋冲 白棋挡不住 这个挡不住 挡不住 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 挡不住 白棋早就知道 恐怕挡不住 它退 它退的时候 关键 最关键的是 退的时候 黑棋 它可以冲在这 这个怎么讲呢 按理来说 我白棋先挤 可以 先挤掉你之后 我再挤 的时候 你再沾 我可以 断在你这 按理来说 你冲不出来 按理来说 你现在应该说 黑棋应该是 自己补一个 自己补一个 然后白棋 封了你这个头 但是黑棋 为什么能够出来呢 就是因为 白棋 沾这个的时候 估计 应该是 黑棋赶不住这个 就是黑棋 实际是要脱签了 不是 黑棋 黑棋这个沾上 你白棋挤了这个 白棋断不了 这个 这是最关键 不是这个脱签 这个叫做 白棋断不了 这个 所以说白棋 必须还要向外 向外藏 这个是白棋 这个空闹 如果你气太紧 你断了 断了这个之后 这个问题 就严重了 那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 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断 这个后手断 所以说白棋还要藏这个 藏了这个之后 就有这个棋了 挤了 挤了之后 挤了沾上 挤了挤了挤了 这个给你断了 这个受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关键是痛苦 就痛苦的 黑棋呢 它先手挤 先手挤 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 这个白棋 有没有先挤掉的可能 因为先挤掉好一些 按照后来 这个棋形容的话 这个白棋没有 把这个先挤掉 导致了后面这个局面 一下子出现问题 没有先挤掉 先挤应该是先手 就是你冲这个时候 或者说点这个时候 就先挤 不保留这个 但是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棋吧 如果是说你先挤 有先挤的问题 先挤掉的话 黑棋手 你下一步就是黑脚 来捕活的 是这样 所以说白棋不肯先挤 这个 就难言之以 如果你先挤的话 我一手棋就能 把这个大龙捕活 那实战当中 如果说我挤的话 我一手棋捕不活 里边还是一只剪 这恐怕也是难言之以 没有办法的事情 实战当中被黑棋挤了 翻牌黑棋挤之后 这个棋形非常不好 这个已经退出来了 这个已经退出来了 退到这 退到这 黑棋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拐到这了 这个非常非常舒畅 舒畅的不得了 对不对 我这拐一通词 把那股都断 你这里边刚才说 那个潜力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平空白棋 就丢掉了 这个七八木棋 就没了 没有了 黑棋要不有 原来它在外边 也没有积方木树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 对白棋来说 必须要对整块黑棋 有所攻击的 因为整块黑棋没活呀 这个毕竟是一只眼的 这个脚 外边现在没活呀 线是这边 白棋先手栽 这样加过几段点 这个也不需要摘一下 这个问题 然后把黑棋 封在里边 封在里边 开始黑棋 这边有口子 如果说是应该 出来 这个这个 求得一份安定 应该说问题不大 关键是代价有多大 虽然说刚才白棋 这个棋 看起来好像 这个这个围棋 的玄奘人在这 不太跑 出来了 你没有封门口 人还拐出来之后 你气还非常紧 白棋像是要走崩了 但是发现 白棋在外边 走着棘手之后 发现 这段 意外的发现 非常严厉 非常厉害 非常大 因为整体来说 还是白棋 外边稍厚一些 这个是新的问题 新的焦点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要斗智斗勇 把白棋刚才 最后一手 走在这 封锁 白棋掉跨 尋找不掉 好断 你看 你要这么 从正好双上 中计了 那就全坏了 然后断掉 白棋在这个地方 下跌着很强 白棋知道在这个地方 吃了大亏了 要斑掉你 那么黑棋 也是走着 非常弱强 撑住 什么都不给 目住实实 牢牢地拿住 整体来说 这瓶白棋 齿活还有问题呢 现在啊 他必须 他得出头啊 这两个很大 大吊 这个时候 黑棋如愿地 把这个补上来 就是我中符也不给你 而且还是先手 就是黑棋走的是很顺的 黑棋走的很顺的 应该来说 还是先手 这个非常重要 你白棋没什么目住 黑棋现在呢 没有什么厚无之忧了 这边没有厚无之忧 出头了 对吧 出头 这刚才那先手 两个飞刀拿住这个 现在唯一的负担 就是这块 这块棋 我外面再有一只眼 就妥 就OK 就处理这块棋 就可以了 接劲 打 这个时候 骑士进展到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 整体来说呢 这个对这个黑棋 还算是 还是 应该来说 还是可以的 还是不错的 在前面 前面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交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定型之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交换 这个地方走到 在这个交换 怎么来看 这个黑棋 不像是 不像是会死的样子 你测 我沾 你外面有那么厚吗 我怎么加 那么白显然是 没有什么希望 应该说 应该说 不必过于担心 应该说 那么整个木树上来说 现在应该说 黑棋不会太差 当然了 还取决于最后 中府的定型 中府的定型很重要 特别是这一代 这一代的定型很重要 那么理事实 我估计现在 这肯定是非常 也是比较磋活的 这个地方的木树 什么都没拿到 而且还被黑棋所压缩 这黑棋 听说这个 一个这个都是很大的 黑棋没有几木树的 刚才还是有点浅力的 如果说老老实实 自己没空的话 还是挺大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儿没有什么木树 这也没见 什么明显 长 黑棋出头 双方在中府这块 都没有什么木树 如果这块弄不出个 所以然来 再跟这两个拉上手 这块棋 那恐怕白棋又要交代了 有这种 有这种迹象 就不用点过 能不能感觉出来 是这样 所以说白棋 看看 下面 在对这个块棋 进行总工之前 它肯定在周围 要有所埋伏 有所预备 你不能轻易动刀 这块轻易动刀 如果是说这个这个 没打到七寸要害的话 你别的地方定型 你就没有什么很定型的余地了 现在就得拿这个东西做牵制 就是说我不拔刀 我牵制你 如果一旦周围实际成熟 我就可能动用最狠的进行硬杀你 这个也是比较几次风格的 也是黑棋 所有所顾及的地方 但现在可能条件不成熟 就看周围怎么定型 那么下面白棋 也有什么好的手段 能够使这盘棋 再次掀起什么波澜吗 好 我们稍事休息 好 我们回来继续 现在这盘棋 已经到了一个 关键的胜负之处了 刚才说了黑棋在白棋的追赶下 绕了一圈 把白棋的这一带的潜力 消耗得一分二净 白棋几乎是一无所得 没有多少龙鞋了 但是黑棋整体的大龙 现在还没有进活 里边是一个是眼 但是白棋现在要想 强杀这块黑棋 有一定难度 也有风险 毕竟周围白棋还不算铁后 虽然有一些厚温 但不算铁后 所以呢 现在这个白棋呢 还需要找一些头绪 另外从木树上来看 现在这个黑棋呢 要稍好一点 应该在盘面 石木或石木出头一点 黑棋盘面大概是 大概是在五十路 白棋是将近四十路 这个样子 但是白棋呢 稍稍有一点厚的潜力 另外一个黑棋就是这块大龙 不是完全的干净 所以说呢 现在棋是总体来说 使黑棋稍稍有利一些 但是还是比较复杂 因为黑棋的木树上 稍好一些 但是呢 有不确定因素 那么白棋必须要 找出头绪出来才行 刚才忘了交代一个 这一块呢 有一个交换 这个有个交换 这个棋是这样 白棋就来这儿 黑棋就来这儿 这个比较先有一个交换 现在需要找头绪 那么李世词下一手 这手棋非常关键 扭断在了这里 扭断在这里 扭断在这里 虽然说 这个右下角这个局部 但是呢 也关系到这个 这一条大龙的问题 如果说这一代 白棋先手处理的比较后 把黑棋完全封锁在这里 这一块就有可能 白棋根据情况 有可能要强插黑棋 比如说 扁啊 夹呀 板啊 这种手段都有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在这一代的定型当中 黑棋还是要小心硬着 不能让白棋 非常厚实的 把黑棋封锁在这里 打吃 从局部定型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难度 这个白棋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所得 你打吃我就沾 你打吃这我沾这个 你打吃这我沾这个 这两个白子 或者这两个白子 黑棋呢 必得一处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 白棋把这个藏出来 目的下一步的预定的行动 从这 这一处 就为本局后边突发奇变 带来这种可能了 那么黑棋能不能挡的观念是 这个局部 挡是有一定问题的 挡白棋忘 黑棋实际上挡不住 挡上挡 也脚上出棋 脚上出棋 所以说呢 当白棋冲这个时候 黑棋跟白棋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转换 把这两个子牢牢吃住 白棋把这个冲掉 白棋虽然把这个冲了 但是白棋本身自身 也有不利的地方 一个是这地方 能够冲 所以说后边的变化 还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地方呢 虽然黑棋形成打结 但这个结论 对双方来说都比较重 如果黑棋呢 把它给拔通的话 实际上这个白棋的损失 也非常惨重 这一点的损失 这一代的白棋 还是有负担的 所以说应该来说 这一个此时此刻 黑棋呢 并不是非常惧怕的一个局面 或者本身这个结材呢 也很多 也很多 那么当这个白棋 立下来的时候 黑棋踢接 踢接 这个时候白棋 牢牢地把它沾上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黑棋能不能先冲 这个的问题 能不能先冲 这个问题 实际上先冲 恐怕 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白棋 冲在这边 是不能的 实际上还是要打这个结 恐怕还是要打这个结 还是有这个结的问题 所以说实战当中 是先提紧 在这个时候 黑棋面临的选择 当然 你说可以一手 把这个提干净 提干净 你刚才说的一个局面 我打吃你黑棋 你吃了 我再打吃 这个地方有可能 黑棋被封在里边 这一代的风险 一处就出来了 风险一处出来了 我想这个时候 这个陈尤雁 也是从心情上说 非常想把它提通的 又厚又大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风险因素 如果说这个地方 不能够出头的话 这个黑棋 是不是有一定风险呢 共产也没有把握 所以说陈尤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稳健的 把这个糊起来 糊起来的话 我这个地方出头在外边了 对这边是一个灰 你强它 那我不容易 那么呢 白棋肯定要踢截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 白棋踢截也是比较 如果说现在你 白棋要再跳一个 把这个地方跑出来 那肯定是要踢通了 那这个棋恐怕来说 这个 白棋就恐怕比较困难了 我踢通了已经 你看还没连通 你就没连通 这个棋 因为这个地方损失 已经比较大了 白棋 所以说这个 可能白棋不行 所以还是先踢截 但踢截有踢截的问题 黑棋的一封 就是 把你这个 现在 我通过封锁你这个 打这个截 那就很容易了 应该说 这个棋呢 黑棋 我们走到这的时候 应该来说呀 这个这个 感觉黑棋是比较主动 这个局面呢 是在这个黑棋的 掌控之中的 把这个捂成了 非常 姿态非常优美 然后这么一扣 本身的截才有很多 然后再来打这个截 如果一旦截败的话 白棋是非常非常重的 虽然黑棋很重 但是白棋并不去 黑棋并不去拔 白棋照 白棋 必须在连路 那么黑棋呢 再贴回来 这个时候 是该白棋找击 白棋找击 这一袋呢 现在白棋还下不出手 因为究竟是 怎样强杀 如何定型 白棋还 还 还不舍得 先把这个东西卖掉 因为这个地方 纠察完的结果 最后还是要处理它 所以说 白棋没有在这一袋找击 那么呢 打起 必须找打起 应该是 按常理来说 这绝对是截材 那我冲切之后 先不说这一块鞋 那么就这一个脚 那就受不了 按理来说呀 这个黑棋在这儿啊 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天经地义 对不对 然后你再提回来 我再慢慢找嘛 对不对 这个结材 这都是结材呀 这也是结材呀 这怎么都是结材呀 步两步三步四步 好几步结材 好几手结材都没有问题的 本身这也是 这也可以呀 都是结材呀 但是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估计是所有的观众者 观众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陈阳夜会在这个时候 会在这个时候 脱下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 是在这个时候削结了 在这个时候削结了 实际上来说 你事实这个结材 也完全可以找到这里去 按照找结材来说 这样的话找结材还更便宜 但如果这样找的话 这个黑棋不应 还是有它的理由呀 那么白棋至少 那个大龙最后没有问题 只是在这里找结材 黑棋是无论如何要应的 那么是不是陈阳夜 后来有所误算或看错呢 这个整条大龙 他认为没有问题 如果是那样的话 当然了 这个这个这个 你不应当然是没问题的 好凸钱不应 要吃 问题是你这一手棋 没有把它吃尽 如果你的加一刀 就吃尽的话 那这棋就赢了 是不是 那这棋就赢了 如果你吃我 我跑外边 那就那就 那这个棋基本上就是 就是上定了 问题这一手是吃不尽的 当白棋 吃到这个时候 这个黑棋的投资 已经相当大了 这个时候白 那个黑棋 必须要把这一块吃尽 你不要太不行啊 你不吃 你不吃这一手还不行啊 对不对 这还是打结 那不行啊 如果这一袋 无条件死了 这块出现结的话 那这个黑棋是大败 那毫无疑问 不用说 所以说黑棋 必须把这个吃尽 这样才能把这个吃尽 那么很显然 把黑棋外边加油 黑棋封锁 就是黑棋局部 这个局部 黑棋应该来说 就比较困难了 首先 要想活棋 这个 没问题 这是先手 对不对 我说的话 我如果一打次 这个戴一个眼 这个打次为一壶 这不行 所以说 黑棋必须要挡住 要立下 立下黑棋 如果你在跟着立 底下 里边就是一个眼 白棋可以点在这里 这虽然是先手 走在这儿 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只眼 不行 你就只有一个点 如果你挡这个 白棋可以点这个 现在这一个怎么样 局部是不能活的 必须要靠外力 那我们看看外力 有没有黑棋 还有有效的抵抗手段呢 问题是 黑棋外边并不是铁后 白棋有借用 这个是这个 这个 一个 这个 这个 很让人恼火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这一带似乎是有一定眼型 比如说 肩这个 肩这个 白棋可以在这里抵抗 如果你在团这个 比如说 我们看到 这个白棋 先沾也可以 先沾 你冲 我再断 总之 这个顶是先手 这个顶是先手 比较狠一点的话 先沾 然后再断 这样的话 它是先手 问题是 这一打出来 你受不了 这两个子是跑不掉的 这边是软头 这两个子跑不掉 如果这个顶是先手的话 也就是说 外面这个黑棋 还是比较厚的 白棋比较厚 黑棋冲不出来 黑棋冲不出来 还是活不了 还是活不了 要么掐你这个 你把它都圆上了 我拔了之后 我这一点 你底下都没有眼 所以说 还是不行 冲不出来 也就是说 外面白棋 实际是比较厚的 由于这个 有这个顶是先手 这是黑棋 非常痛苦的 那么黑棋 还要编织梦想 比如在实战当中 黑棋 走这个阵 走到这儿呢 实际的 它的意图就是说 如果是 能把这个白棋 这么切断 然后再 再再再 如果这么切断 然后再出来 再牵制白棋 那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是 黑棋很难如愿 这里呢 实际上也不成 这个白棋一挖 你是实际上 用得很清楚 一挖 黑棋一挡 白棋一团 黑棋 把这个吃掉 这个地方呢 虽然现在有眼形 但是现在的白棋 也看清楚了 白棋呢 也走得最 挑最清楚的走 把这个栽上 这是决线 就刚才说了 这个顶 是一个先手 黑棋必须得要 这个时候 我再跟你 去打这个阶 我还跟你 打这个阶 这边 你还没活 对不对 那这一边呢 这一边这个阶 出来 你也不行 所以说 现在这个 黑棋的负担 是相当重 他还打这个阶 黑棋找一个 本身阶材 白棋呢 把它吃掉 黑棋再提过来 黑棋 白棋 我现在要活这个角 随便找啊 都是结材 黑棋必须得挡住 白棋再提过来 黑棋再提过来 黑棋把这个卖掉 不然这个结已经 是没有办法挡住 现在提过来 还是要做活的 还是要做活的 这个时候 白棋干脆 把这个给卡掉 这个呢 实际就是 敦促啊 黑棋啊 认输了 那么黑棋呢 又走了 刚才说 白棋有一个点 那黑棋把这个提走 白棋再把这个接住 那棋走到这儿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黑棋啊 就已经不行了 已经彻底不行了 那么后面这块棋呢 理事实也是看清楚了 挤了这个之后 啊 这个棋呢 已经是干干净净的 使干净净的 结也不打了 把这个地方就全杀掉了 端也端不开 端也端不开 这边有一个打吃 啊 然后呢 再沾 没有问题 啊 就一个眼 呃 可以说呢 这个 这个棋呢 啊 这个突然生变 啊 就是这个 黑棋没有硬结 而是把这个吃掉了 难道这个地方 大龙死活 看不出来吗 陈耀燕还是有什么误算呢 想一举确立盛事 啊 但这个白棋冲下来之后 黑棋的大龙 确实是不活 我们确实是找不到活路 啊 毕竟外围不是非常厚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 啊 反而他们是继续打这个结的话 应该来说黑棋 因为当时白棋也是很重的啊 白棋有被封锁在里面的一个危险 当时 啊 虽然说白棋能找到黑棋很多结材 但是 黑棋自身结材也没有问题 也很充实 啊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 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 就是导致这个棋 后来意外生变的 就是这个 白棋冲进来 黑棋居然在这里挡不住的问题 啊 怕脚上出棋 脚上也确实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在白棋 也是说白棋扭断的时候 黑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是消除这块的味道呢 原来我们认为这个 当时 呃 黑棋被了抢先手 这个拖完之后搬住 拖完之后搬住 宁可在脚上受一点损失 也要把这个搬住 啊 觉得黑棋还是 啊 处理还是比较好 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即使被你搬住了 扭断之后还是生变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是 哎 怎么说呢 这就是已经付出代价了 已经多花一手棋了 然后还是生变了 那么原来认为这个 李四十在这个位置上处理的不好 啊 黑棋呢 因为拐出来 白棋 给白棋破的是 青蛙落 啊 但是最后整块大龙 还是受到的连累 啊 所以说这个棋啊 李四十在这个棋 嗯 怎么说 还是 有它锐利的一面 就这一块 虽然说你 出来了 很过眼 但是 这个点 啊 为白棋占住了 对白棋占住 导致你这块棋 没有活进 没有进火 而且这块 整块棋 那个黑棋 还是被封锁在这里面 从事后来看 啊 这个白棋占这一块处理的 并不像当时看上去那么失败 正是因为黑棋占这个地方 有负担导致这一块 比如说没有负担的话 这个黑棋是 不会板在这里的这一手 那马上就提截消截了 这个这一块 对不对 马上就消截了 白棋打了之后 黑棋消截不挺好吗 那肯定是靠到这个因素了 担到这个榜上来 结果打结 打结出现了这种错觉 啊 那么最近处缘 还是在这一块 黑棋有一点的这个 畏惧心理所在 所以说这个 嗯 应该来说 这个 这个黎色石的力量 白棋的力量 啊 确实是 还是产生了奇效 产生了奇效 在这一代 看上去歪歪扭扭 啊 送了自己送了不少木 但是黑棋 确实是没有活进 这是事实 那后来这个失误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 以后必须 恐怕 等陈姚燕自己 来 来解说了 说明了 这个地方到底是看错了什么 或者说是 哪出现了错觉 他是不是认为 这个黑棋有做活的 这个途径呢 但是从现场 那个 呃 转播情况来看的话 呃 白棋充这个的时候 黑棋应该是很快的 应该这一步 用的是很快的 这个是明显出色 这个很遗憾的地方 不能说黑棋最后一定赢 但是说 应该来说 赢面还是比较大 毕竟木树上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这一代 啊 这边有这 这一代 能不能这个黑棋 把这个 挡住 挡住 或者是说在扭断的时候 扭断 有没有 其他的处理方式 这一代 这一代 没有断 这一代 这一代 没有断 滚打下来会怎么样的当时 滚打下来 然后 粘住 上 粘住外边 木树上是亏了 但是这个已经没有棋了 这个有待进一步研究了 这个局部 总之啊 这盘棋啊 跟上一盘棋 体现的这个风格是明显不同的 明显不同的 啊 从开局来看 啊 我们用首歌法也分析了 开局 感觉 这一代黑棋 嗯 没有走到木树上 效率不是很高 啊 白棋呢 也许常来大成 啊 那么后来呢 黑棋呢 也是拼命追赶啊 啊 局面呢 黑棋的这个 实力的均衡呢 慢慢在 慢慢在接近 啊 尤其呢 这个 脚上 投掉之后 联络上之后 实力 差不太多 啊 实力的均衡呢 被打破 黑棋应该说领先呢 还是在这一代 白棋自身潜力 啊 自我牺牲的 但是呢 留下一点隐患 就是说这块 没有完全处理干净 结果呢 找头绪的过程当中 还真找了头绪 啊 以下的这个跟 以下的变化 跟这个大龙 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这盘棋 确实是 应该来说 值得回味的东西 有很多 特别是后来 这个这个 意外生变 如果 这个这个 啊 陈洋叶把这个 挡住的话 相信啊 这盘棋后边的 还会远比这个 要精彩很多的 啊 起码斗子斗勇 围绕着这块大龙 最后的这个 这个 呃 最后去向 啊 围绕着这一代的 如何定型 围绕着这个劫柴 双方还会 双方还会 产生很多 碰撞出很多 精彩的花花 我想 但是很遗憾 由于这个 意外的白棋 连续背刀鬼 冲进来之后 所有的就 都谈不上了 本来呢 是一盘 呃 有可能后边 很精彩的 这个这个这个 较量 可能在这个 胜利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应该说 你还是 失去了 平常心 啊 你整个这盘棋 嗯 感觉 陈央叶的这个 心理的起伏啊 还是 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 非常潇洒的这个 灵魂尼震 表现出这种锐气 然后呢 感觉到这个处理不顺 石地可能有所落后的时候 在这一代 呃 搬了盗骨之后 夹进去 呃 显得有些这个 然后让白棋 把这个冲出来 消化了 在外面 这个黑棋的后市 这块显得已经 心态已经 发生 发生变化了 那么后来 石地翻翻的 有所接近之后呢 接近之后呢 黑棋呢 运转的 还是比较平稳的 这一代处理的呢 还是比较 比较成熟的 那么在这一代 突然间 呃 自己这个 哎呀 撕掉重心 啊 这个 可能是整个 这个 这盘棋当中 最后想爆发一下 结果呢 这个 由于心态上的问题 没有调整好 啊 出现了重大失误 啊 还是跟心态有一个人的关系 那么呢 希望啊 这个明天的这个 决胜局 啊 飘越能够把位出 更好的水平 啊 希望这种 低级事物不能再 不要再出现 这个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啊 这个问题 还是撕掉比较心有关吧 那双方赞同1比1啊 明天呢 将进行呢 决胜局的争夺 啊 我们期待啊 明天有更精彩的对局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再见